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Steven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学习项目实施阶段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那在上节课里边我们讲了一下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项目执行状况 给大家讲了一下那个那节课的目的 然后项目管理执行状况的一些措施分为12345这五个五点 我相信大家在课后已经进行了预习 好 那这个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一些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我们需要讲的一些东西 那这一讲里边我们会讲一下在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怎样的去管理项目的风险和它出现的一些问题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目的 本节课的目的呢 我们要认识到现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和管理风险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项目风险的一个介绍 和我们对它的一些认识 当某个问题还没有发生而有可能发生的时候 我们称其为风险 那当某个风险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称其为问题 这就是风险和问题的一个区别 那所以在我们在每次项目立会的时候 项目经理要带领团队 重新审视和调整整个项目存在的问题 或者将会要存在的问题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通过这一次的沟通利会 我们项目成员可以根据增加的判断来补充这个风险要素 从而我们可以去规避这样的风险 并且提供风险缓解措施 那对于已经出现的项目问题 应该清晰准确的记录问题的起因 并且归类 并且后续的参考 然后把解决问题 我们要把解决问题放在这个第一位 而不是说问题的责任归属 当然这个问题的责任归属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首先我们要去解决这个已经出现的问题 问题记录作为知识库 为以后的项目提供参考 那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可以为以后 如果有说有同样的项目 同样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项目 来绕过这个大坑 好 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项目风险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好 来看一下第三个 将 我们要将项目的风险控制具体落实 具体落实 就是说怎么去 把自己制定了这么一套 项目风险控制的计划 我们去落实 来看一下这个漫画 这个漫画 来看一下 这有两个车 然后这个领导呢 就让这个员工啊 我们需要你写一个项目控制风险的一个计划 看可能 路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员工呢 说了所谓的风险就是车技 我车技超一流 但是在这个员工的过程中 这个员工发现 车没有了 对吧 车没有了 那然后这个老板就说 我给你分一点 这个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出现 或是发生的一些 一些风险 还有这个爆胎了 等等 这个 到最后 我们说项目控制的基础 就是像 就是良好的风险规划 所以在项目的初期 我们要写好风险控制计划 不只是说为了应对老板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把应对的手段 落实到计划中 这样做到 这样做到 就会未与成谋 有备无患 好 然后来看一下 其实通俗点来说 就是我们风险控制计划 就是将每次发现的 或者即将要发现的风险问题 列出一个具体的应对方法 并且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认真正的落实完成 不光是说 我去列一个文档 列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要认真正的落实完成 这个才算是真的完成 那么每一个风险应对手段 必须是项目计划中 以下具体的 可以落实的工作项 不能说 光是在纸上列出来 我们要具体的实行 我相信好多同学 或者说一些新人 一定写过风险控制计划 有时这类文档 就是给老板和客户看的 但是作为一个项目的 例点 或者项目的产品经理 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 把这个项目风险的应对 落实到计划中 把整个这个项目的这么一个风险 降低到最小 那这对整个项目才是最最安全的 那我们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如果说新技术 这个项目实施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一个新技术 是一个风险项 我们应对的手段是什么 人员培训 好 那如果说有人员培训 那人员培训就应该做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措施 需要成为项目计划中的一个工作项 在进度计划中有时间 在成本计划中有预算 这样的应对手段才是真正的可靠的 好 再来看 再来看 项目风险控制的基础 就是良好的风险规划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 有时候保证你安全完成项目的 不是你的聪明才智 甚至不是你的经验 而是一个看似客吧 但是一个实实在在 能够很好落实的 风险管控计划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这个做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把这个项目过程中 我们能够预期的或者说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 将要预期到的这个风险规划 我们一定要落实下来 不光是说仅仅是写一个文档 而是要具体实实在在的去完成去落实 这个才是我们风险控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 具体能够达到的一个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 那在这一讲 我们讲了一下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我们管理项目风险和它所要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来回顾一下 我来首先说了一下这些课的目的 那第二个就是一些风险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这个风险的介绍 有了自己的一个认知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要将项目的风险具体落实 在这里边我举了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例子 为以后的这个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怎么去写 对 这个就是比较我们这一节比较重要的第三个 就是将项目的风险控制具体落实 我们不仅要不单单是说 我们预测到了这个风险 我们要将它控制具体落实 这个才是最终我们要找到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客户作业 同样还是理解一下本节课所讲的内容 就是说每节课我讲的内容不是很多 那我都希望大家同学们都就是说 全身性的投入进去 用自己的话去理解 用自己的加上一些自己的一些思维 最终变成自己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第一讲 第一个我不知道的一些内容 那第二个就是说还是一样 复习一下我们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 项目实施阶段 怎样去控制管理和控制项目的变更 变更内容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讲的一些东西 对项目的管理和项目的一些变更的一些控制 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去完成 好 那本节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课后能够认认真真地完成 我布置的一些作业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